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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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想 美人儿从秋仙上一跃而起 向着花海更深处奔跑 口中有着无法掩饰的激动和雀跃 啊 帝君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凉亭 竟然真的是我想要的凉亭 帝君无奈 只得收起画图 跟着凤九一路风花拂柳 来到他心心念念的凉亭边上 哇 好美 凤九趴在凉亭栏杆上 一连声的感慨 从他的角度看过去 眼前一片层层叠叠高低错落的荷叶之间 姿态鸟挪的各色荷花娇羞不语 凤九突然就想起了那些年在凡事看到的荷塘盛景 江南可彩莲 莲夜和甜甜 凤九想起似乎是凡事的一首歌要来 将帝君拉了过来 头枕在帝君壁上 轻轻地哼唱 脑中 却是想起了那一年自己说出的话语来 那个时候他对帝君说我要在这里修个河塘 河塘上安个亭子那两看星星 还要在这里开个菜园子种点菜 种点我爱吃的白萝卜 再种点你爱吃的冬葵菜腌制菜 啊 我们不如在这一片种点而梨树 在这一片种点而柚子 再在这一片种点而葡萄 我们弄一座假山如河 修一段游朗 然后在这儿堆一个土坡 坡上可种些红叶树点缀 坡顶就留别你种你那些香树苗 土坡后头的这片林子砍了吧 你喜欢佛林花 我们就在这儿种 一大片佛林花 这里再给你修一个词谣和一个置香房 一切的一切 原以为都随着那场误会消失殆尽 却没想到自己一心锁链的那个人 那个别人眼中不染凡尘 只适合挂在画上供人观瞻的东华帝君 那个如今已是自己孩子夫君的男人 竟然全都记得 竟然就这么一个人 在这两百年间估计的时光里 一点点的将这些都变为了现实 那个时候 在他抱着一个人去语化的心境之下 竟从来没忘对自己的承诺 哪怕自己的一个心愿 一句话 这样的人又如何让人不心疼呢 想着想着 符符九将帝君抱得更紧 望向他的眉眼南南低语 帝君你知我最疼你 可我知你从来也最疼我 接天连夜在金屋照耀下越发青币 奉酒整着帝君看向这青币当中各色联合 一时又想到了晚上 伴着鹤香竖着星星那着狼的惬意 冷不防的 和堂当中突然传出来一个孩童的声音 伴着一片水花哗啦啦窜出来的 果然是滚滚自然 还有一个阿里 滚滚手中高举着一尾鱼儿 欢快的声音同阿里说道 可算是抓到了 小舅舅 你今天有福了 我让我娘亲做糖醋鱼 我们一起吃 阿里原本听闻糖醋鱼三字 本能的就要躲开 再听说这鱼是浇油凤酒来做 才安心了许多 为了确认 倒是用嘴形给滚滚比了一个你确定 嗯 自然了 小舅舅你放心 有我吃的肯定少不要你 毕竟我娘亲还是很疼我的 凤酒看着水中 突然冒出来的自家孩子 有些不确定的戳了戳地君 那个 你不是说滚滚在学功课 怎么竟然和阿里抓鱼来了 地君倒是一拍淡然 看着水里的两个小家伙 嘴角弯了弯 之前听闻你小时淘气 我原本在想会是怎么个淘气法 只是无缘一见 如今也只能看着滚滚 摇想你当年的辉煌世纪了 只是可惜啊 可惜 凤酒本在帝君说自己淘气的时候 就有些不太服气想要反驳 又听帝君突然说到可惜 下意识地压下了想要反驳的念头 倒是很自然地抓起帝君一缕发 很是好学地问 可惜什么 帝君淡淡看了看滚滚的方向 摇了摇头 可惜啊 好歹也成了些许我的稳重滚滚这般 倒是完全看不出你儿时的淘气模样了 喂 你什么意思嘛 帝君你可不能厚此薄笔 同样的事情我小时候也做过 凭啥到滚滚这就变成一件 很正常的事情了 倒是我白白担了个淘气的名 凤酒稍稍立起身来 大声地反驳 许是离良婷太近 又许是凤酒反驳的声音的确大了些 滚滚很快发现了良婷里悠然闲话的两人 高喊着娘亲就冲了过去 手中的鱼却是静止扔到了帝君怀中 看到阿黎默瞪口呆 帝君倒是面色如常 凤酒伸手揽过自家儿子 也不忘将阿黎拉到跟前 九九 我们今天吃糖醋鱼好不好 我都跟小舅舅说好了 可不能食言的 好好好 凤酒将滚滚头发稍稍整理 还不带说其他 滚滚一个转身就扑到了他父君怀里 戳着那条可怜巴巴的小鱼 父君父君虽然吧 我上次一直没能吃上你做的糖醋鱼 可是我向你保证哦 九九做的糖醋鱼 真的天上地下第一好吃 所以咱们给九九一个机会好不好 于是帝君一手提着鱼 一手摸着滚滚的头顶 很是郑重地点了点头 当相相似意的糖醋鱼摆上来的时候 一直盯着凤酒监工的阿黎 总算是放心了 这可是他看着凤酒姐姐亲手做了 一丁点没有没有经过帝君的手 自然那滋味果然跟帝君当日的不可同日而语 可是当自己准备再吃一块的时候 阿黎看着眼前几乎成了鱼骨架的残渣 再看看对面七定神闲 正活滚滚讨论着下次该清真还是红烧的帝君 内心实在是很怨念 只得同他的凤酒姐姐 递了个委屈无比的眼神 凤酒刚递过去几块糕点 却见帝君敲了敲自己的碗 再指一指滚滚 一事无语 只得又放上几块糕材作罢 彼时的滚滚 正活帝君咬着耳朵 滚滚压低了声音 凑在帝君耳边 父君父君 你觉得滚滚这个想法如何 帝君捏起一块糕 不计不许放到滚滚嘴里 给了儿子一个肯定的答复 滚滚被帝君认可 很是高兴 傅又想到一个问题 可是确定不用提前告诉九九呢 嗯 当然不用 说了就没有惊喜了 当凤酒在一次将刚出炉的热腾腾的糕点端出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父子俩神神秘秘的样子 凤酒有些狐疑 这大衣小却是镇定自若 尤其滚滚接收到他的目光 竟然一服是死如归大衣领元的模样 看得他很是莫名 给阿力抛出一个眼神 同样 只顾着吃糕的天孙殿下一脸茫然 哎 不愧是父子俩 竟然还有我不知道的秘密了 凤酒很是郁闷 青秋冬荒凤中黄 没见睡我雨花香 三生三世枕上树枝 再去前缘第八集 就先讲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订阅 续集更精彩 一世红尘三世恋 三生执念中无一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点击订阅